今天讲一下OpenDAO的IPO 这是一家通过SPAC上市的公司 但是我对这家公司之前就有了解 所以觉得还是有信心可以讲一下 由于这家公司业务和产品比较简单 我会把重点放在对公司未来的分析上 尤其像我上次讲的 这些通过SPAC上市的公司 市场上很少有反对的声音 因此我想在这集里面 自己既扮演正方也扮演反方 把公司有风险的地方 都讲出来 同时做出自己的解释 我们首先来看它的市场 这家公司在美国首创了 直接从用户手里买下房屋 再转手卖出的这样的i-buying的方式 房屋市场是一个超过万亿的巨大市场 而这家公司要解决的问题 又是一个多数用户都非常头痛的问题 买卖房屋都要经历很长时间 很多流程 非常耗费精力这么一个过程 我相信这在所有的国家都不例外 这肯定是属于那种有巨大市场 同时用户对现有流程和产品又特别不满意 而且很少用到高科技的这样的产业 这三点就跟那些颠覆者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那再来看它的产品 通常买房卖房都有自己的经纪人 非常长的流程 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OpenDAO它的方式就完全颠覆了这种体验 你只要把房屋放到它的网站提供一些信息 在实际看过之后 它很快会给你一个报价 如果可以接受 那整个交易几天就可以完成 非常简单 非常高效 对用户非常友好 所以自从推出以后 受到了一部分用户的好评 据公司资料讲 真正想卖房的人群中有34%成交了 而在这其中 90%没有用到自己的经纪人 那OpenDAO买到房子之后 会做简单的维修整理 然后再把房子卖出 通过中间差价来赚钱 通常在7%左右 当然这家公司雄心很大 买卖房屋只是开始 它未来想做的 是要像亚马逊一样 把所有跟房屋相关的 包括买卖 维修 贷款 保险 等等 全都包含在它的应用里面 像买菜一样 让用户可以简单地完成所有 那么再来看它的单位经济效益 简单来讲 很差 房屋虽然价值很高 但这种模式利润率很低 它在全国毛利率只有不到2% 即便在最早开发的市场 凤凰城 毛利率也刚到3% 这中间的费用有这么几种 第一 它虽然在买房的时候 多数没有通过中介 但卖房时 多数人仍然会选择中介来购买 因此其中一大笔钱 要付给这些经纪人 另外 它要对房屋 做一些修缮整理 再就是它从资本市场借贷 所付出的利息 所以毛利率从最早的超过7% 到最后不到2% 那这家公司风险都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 它要成功 首先要在自己的算法上做得很精确 对房屋通过各种指标 用机器就可以计算出到底值多少钱 这种精确度 要超过现有的人工评估才可以 公司对此很有信心 因为他们除了拿到的大量第三方数据 还在过去几年 找到了许多如何对类似房屋 做不同估值的数据点 比如各个房间装修材料 朝向周边的景观等等 这种算法会随着数据的增多 而变得越来越精确 第二个风险就是买卖房屋 其实需要大量的资本 因此有人会担心 这会占用大量资金 公司这边是这么解释的 通过几年 他们已经让市场相信 自己的模式长期可行 因此它现在几乎百分之百的 可以把买到的房屋证券化 卖给市场上的投资人 因此它虽然需要大量的资本 做周转 但这些都可以由资本市场来提供 而且公司通过上市 拿到了很多资金 现在公司有超过十几亿的现金 这些完全可以用于扩展业务 而不是留在房产上 第三个 很多人会担心 房屋是一个价格波动很大的资产 公司先买下再卖出 如果遇到贬值 会产生大量的亏损 公司的反应是 房屋虽然不是一直走高 但价格浮动 其实远没有人想象中那么剧烈 当然这指的是美国 从过去几十年数字来看 只有一个季度 房产价格下跌了3%以上 而且即便是房产最差的 次贷危机里面 房价从高点到最低点 下降花了将近五年的时间 而且随着公司将来运转效率的提高 和算法更精确 房产在公司账上的时间 会进一步缩短 从现在不到两个月 缩短到只有几周 最后一点就是刚才说的单位经济效益 利润率实在太低 很多人觉得这家公司即便将来做得很大 盈利也没什么希望 对此公司给出了长期的利润指标 他们虽然是从买卖房屋开始 但未来主要赚钱的 会是跟房屋相关的其他业务 所以他们计算将来在各项业务展开之后 从每处房产的买卖可以赚到两万美金以上 这样只要规模够大 他们就可以实现不错的盈利 公司虽然对这些风险做了不错的解释 让投资者安心 但还明显这家公司的模式决定了它要成功 非常困难 因为它既要像高科技公司一样做到算法不断完善 又得像制造公司一样 对所有的运营精打细算 保证将来的盈利 还得和资本市场不断打交道 保证现金流 因此就需要一个非常强的管理团队 这个团队给我的感觉很像之前讲的Dordash的团队 创始人华裔意味着从骨子里头受家庭影响 会精打细算 员工对公司和CEO的评价不算太高 因为这家公司没法像别的小型科技公司一样 提供那么好的福利 但要在这样的市场里面竞争并胜出 这样的管理方式是必须的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竞争对手 OpenDAO首先推出了Ibuying的模式 但是另外两家上市公司也很快跟进 推出了同样的业务 因此市场上有很多人 把这三家公司作为一类来考虑 我觉得这很不妥 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比他们入行早很多 但之前的方式都是在现有的模式上 修修补补做些改良并没有真正的颠覆 左边这家之前主要业务是广告 收取房产中介的广告费 而右边这家干脆自己就是房产经纪公司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廉价的房产中介 虽然他们都被迫进入了这种新的颠覆式的模式 但是要转型是非常困难的 这有点像《笑傲江湖》里面令狐冲体内的真气 不同的真气会自己打起来 根本不用别人打自己就先失败了 一家公司不可能既有靠中介赚钱的业务 同时又发展起来新的颠覆整个模式 是多数中介失业的业务 而且公司运营这么多年 所有的管理层招的所有人 全是按照旧模式来的 要跟OpenDAO这种完全为新模式而诞生的初创公司竞争 是很困难的 我一般投资的公司有这么三种 有一种是我认为在短期内就可以价值翻番的公司 这种就是传统中价值投资者特别喜欢的 短期被错误估值的好公司 通常它们都很完善 规模很大 我也会比较了解 因此只要有机会 我可以在每只股票上放10%甚至50%的投资 第二类就是增长股 这些公司可能已经有些规模 正处于高速发展期 只要我认为它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有10倍以上的增长 那我可以在每家公司上放5%到10%的投资 第三类就是像OpenDAO这样 非常有风险的小型的刚上市的公司 它们是有可能在未来十几二十年有百倍的回报 但也有可能完全失败 对它们的投资更像是风险投资 所以我的投资每个在2%到5%之间不会太高 我现在所有的投资几乎全在第一类 而未来几年要做的就是把它们 多数转向第二和第三类 那OpenDAO到底能够做到多大呢? 公司现在在美国 21个市场上有业务 收入规模是50亿美金 公司很有信心可以在几年之内 用现有的模式把业务变成10倍以上 500亿美金 而最终能够做到多大 就得看美国整体市场有多大 如果我们进行最大胆的猜想 假定它可以在美国占到50%的市场份额 收入可以达到6500亿美金 按5%的利润率就是330亿美金 假定适应率20 那它的市值到时候会是6500亿美金 如果我可以在65亿美金买到这家公司的话 这意味着100倍的回报是有可能的 当然这种回报需要很长时间的持有 而且中间存在非常多的变数 公司到底能够做到多大 自然取决于公司执行和努力 同时也取决于很多它们没法控制的因素 比如美国到底有多少用户 将来会尝试用这种模式 而不是用老式的时间更长更痛苦 但有可能把房屋卖到更好价钱的模式 由于这种公司风险很高 所以我不管多么看好 对它的投资都不会超过5%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股市有风险 请大家自己做好调查 讲这些只是记录我自己的投资思路 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再见